那麼有些地方不費仙是怎麼回事 我只要告訴你 是用公共行政補貼 補貼 那你就說Supplement 可是補貼你要看地方願不願意 如果地方政府例如說 我舉個例子 在日本最常見到的一種例子是說 我這條路線我要費仙了 我JR不做 於是轉成第三部門鐵道 那第三部門就是不完全用JR 就是JR跟地方合組一家公司 但是你注意它的股權結構 這要佔40% 地方政府它佔30%的股權 那剩下30%的股權呢 就公開募資 那至少地方政府跟JR 還有合起來70%的一個股權 結果說至少那邊它能夠穩住 那個也是非常有心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像日本的第三部門鐵道 我舉個例子吧 例如說北京雞丹後鐵路啦 還有青芝生鐵道啦 或者是我們現在的肥薩 肥薩乘鐵路 這種都是這種很偏鄉 肥薩乘鐵路 這些都是屬於第三部門 由JR跟D它不能合起來 就是想辦法回讓這道鐵路廢掉 但是台灣能不能做到這樣子 我覺得這也是未來可能要挑戰到很多法律的一些事情 謝謝你的問題 謝謝你 謝謝 好 那大家 好